文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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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年23歲 學合七道 大概五年五重 我高38歲的時候因為 在學校跟人家打過架 來中合合七道 來練習武術 也比較不會被別人欺負 学合校之后对我的人生其实有很大的改变 怎么改变呢 第一个我觉得我的修养变好了 就是因为我以前高中又有学过跆拳道 那拳击我也有通过一点点 其实他们是真的非常练得很累 因为每天就是踢腿抬腿啊 每天做重播的动作 就靠重训一些重训或是基本体能 然后把你的满力练的比别还要强大 就这样 那合气道它是需要一些技巧 它有点类似太极 可是又不是完全像太极 它是借力使力的一个武术 它是先发后制 那也可以先发制的 都可以 那最后我是想要给学合气道的年轻人一些话 就是路透明觉得 你可以靠自己的满力 你觉得你个子高 你觉得你随便就可以把人家击倒 那你可以不用来练合气道 可是如果你觉得你很瘦小 如果你常被欺负 你可以来选择合气道 你可以选择合气道 合气道也可以练身体 它也可以流汗 它也可以强身剑体 它也可以学技巧 也可以学勤劳术 它可以学到很多你在别的武术学不到的东西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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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